来 来 来 真的呀 这个秦轩真的是太坏了 你说是不是 妈 我这边的事呢 都已经解决完了 您跟我爸就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儿子 你和笑语姑娘怎么样了 我们挺好的呀 那你们要赶紧结婚呢 我在这边呢 给你挑各式各样的礼服 你爸爸呢 他就给你订酒店去了 不是 妈 咱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能不着急吗 你都和笑语呀 已经领证了 咱们家呢 不能亏待笑语姑娘 知道不 是 是 那个妈 您听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工作忙 这个事呢 你就不用操心了 交给你的爸爸和妈妈 就行了 您能不能听我把话 给说完了我 儿子呀 你和笑语姑娘呢 甜甜蜜蜜的 恩恩爱爱的 过两天呢 爸爸和妈妈 就去你那儿了 你呢 好好的工作 注意身体 我这就给笑语 选婚纱去 妈 这 你说这小老太太 你说你裹什么乱的 笑语啊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这个事绝对不能怪你 要怪就怪秦升那小伙 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 你说如果不是因为我 他也不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 啊 喜欢一个人就可以犯错 那我还喜欢你呢 我怎么没去先还喜欢呢 我就是说这个例子 就是我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总之呢 你别往心里去 这个事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千万别自责啊 那个 笑语 我想跟你说件事 可我现在不说的话 我怕以后没机会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那你先说吧 你先说 这个意思 我想辞职 辞职 这刚刚那好好的 你辞什么职啊 过两天咱们就恢复营业了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要不 咱俩喝点 喝就喝呗 做道人庆祝吗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我太了解了 其实 你对琉璃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就是为了帮我 但是我不愿意看你把时间 都浪费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没有 我挺喜欢 我今天正式开除你 以后不许来帮我了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我不两个开心的 好 那 那你还真想嫁给雪儿 那天我真的很想 那天我真的很想 但是现在 现在我只想把心思 都放在事业上 支持你 走吧 老淑儿啊 慢点 刚才你跟我说那些话呢 我就当作说 没听到 在我眼里 你知道新人 毕竟咱们共同患难过 你 谢谢你啊 你相信我 我特高兴 那还有一点 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 我喜欢你 整个博山都知道 我妈从小告诉我 男人哪 还没有一个好东西啊 女儿你可不能信啊 他们就信他们手里的 那些钱 车 房 这些才是真的 我也是一直一直 我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认识你之后 我 我不那么想了 我觉得这些 其实好像都 不是那么重要 我只要能跟你在一块 什么钱不钱的 我都不在乎 我甚至 我是人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一切 但 但你知道我 我最怕什么吗 怕失去 我可能会很厉害 我肯定吧 你都没有得到 你会担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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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担心你 登记结婚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 我没法再留在这儿了 我不能看着你俩 天天在我眼前 天天秘秘秘 晃来晃去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这些 我心都疼化了 我天都塌了 我接受不了 没那么大度 所以呢 你要离开 对不起了 我怪你 你也别跟我道歉 怪就怪 我们没能在对的时间 遇见彼此 你说得对 走吧 其实啊 你真的要走了 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毕竟在爱琪 经历过那么多 但还是走吧 我也舍不得呀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对咱们俩 这是最好的选择 嗯 晓晗 嗯 我以后 不主动联系你 但是我一定不祝福你跟杜笑语 但是我会等 但是我会等 我就等 等到你愿意跟我们在一块儿的那一天 或者 等到我遇见一个 我可以 再去 爱上他的 嗯 嗯 嗯 啊 这个 拿着 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说回来的道理 用你的画家 不尽 来 又跟天下 走吧 走 谢谢 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为了自己 为了笑语 虽然笑语和许晗没有登记 但他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我要做最后的努力 不问皆过 不许晗 杜总 你可总来了 什么 几个像地痞流氓的人 他不让我们工作 在哪儿呢 出去 出去 跟你说得着吗 把你老板叫来 刘师傅 刘师傅 不跟他们计较 我来解决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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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杜笑语吧 对 我告诉你啊 这块地有我们家一块 你停产吧 这块地 我跟陈书记已经签过合同 整个这一片我都租下了 我和大鹏刚从城里打工回来 不知道这事啊 我知道你跟陈书记去 别在我这儿捣乱啊 来 开工 来 开工 来 开工 停住 站住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不是俩捣乱的 你们是来讲理的 你们懂法知道吗 我就让他懂法了 干嘛这你 行 耍无赖是吧 别跟他们说啊 让警察来解决 不用麻烦你 我们报警 我们有理怕什么呀 少拿合同说事 我和大鹏都没抢过 对 这是集体用地 陈书记签字 他代表不了我们 知道吗 行 那这样 你们俩现在跟我去找陈书记 把事情说清楚 大鹏 你在这儿守着 事情不解决 谁也不想当 放心啊 有了 别冲动啊 等我回来 好 都别动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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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记 你管不管啊 李壮 这当初咱俩 可是在电话里都说好 你回不来 我帮你签字嘛 陈书记 你打电话的时候 正忙着呢 也没听清你说什么 就随便答应了 你说你也不说清楚 要找着是这事 那我可得慎重考虑一下 你说现在合同都签完了 现在你后悔有用吗 我又没签字 这合同就不能生效 那场子慌了那么多年 你管过吗 现在你又来管来了 我和大鹏刚从城里回来 要干事件 正好要用那块地 你说瞧不瞧 你想怎么样 你以为你在城里大一国 就可以骗我们这些乡下人 我也是见过世面的 不行 你谈条件吧 好 杜总 你要干事业 我们也要干事业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我就拿我那份入股 你西野工坊 每年给我分红 你想得美 我凭什么给你股份 凭什么 就凭我没签字 你的地有我一份 还有没有我 我还支付标记了是吧 行 不给是吧 那你就准备停场吧 我有的是时间和你玩 住手 住手 爸 你怎么又来了 我求求你了 别打扰我干事业好不好 你干什么事业 你标的干事业 干到看守所了 你消息天天苦 跟那个能一样吗 我干的是正好事 再是说了 江江呢 要表现立功好的话 能提前出来 总比秦升好 一吨就是十年 他们时候不乖 但你也不能给我乱来 你看看你这老头 我干的又不是坏事 你都要谁自己的回方了 你这还不是坏事啊 还不够坏的了 你看 我这一心呢想干事业 对吧 并且呢 我是真一心喜欢 干民宿这个事 我跟你讲 你干事业我不拦你 但是这个房子 这里不能动 爸 没这房子 你说我怎么干事业 赶紧怎么结会啊 要没房子 你看啊 我要是不抓紧干一番事业 那许晗要是把笑语取了 怎么办 那那 你如果把房子祸害了 那那那 这个小鱼就能给你结婚 是不是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那你跟他说 只要小鱼 赌小鱼愿意嫁给你 你这个房子随便祸害 我批追 不是爸 前提是我没这个房子 我不干事业 他怎么嫁给我 为了是他那钱嫁给你 你能打这个房子主意 他没嫁给我之前 我先用这个房子干事业 干完事业 不是他 你把我饶去呢 我跟你讲孩子 就这么定了 这个房子绝对不能动 爸 我求求你了行吗 你得非要瞧是吧 好 瞧 瞧这件 来 你先 把我脑子把它瞧睡了 你得瞧这一番 来 他脑子过去 爸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 你说我瞧你天灵盖 还瞧你后脑烧 你真要瞧啊 不是 我迷死你了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哎 真脱臉了 谢死我了 你脑子 这些秀佩的 你帮我想着想着 你说用什么招数 能说服我吧 你真要做民宿啊 夏天决心了 这回我一定能做到自己的一般事业 嗯 那还是 我 和你 和许晗哥哥合作吗 这个事 我觉得 许晗不能答应 还是 就我们两个合伙人吧 嗯 也好 哎 你别光也好啊 你倒是帮我想起办法啊 哎 哎 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啊 我也没经验 哎 要么你还是去问问许晗哥哥吧 他鬼点子多 怎么又提起他了呢 我的事我要自己解决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在这说我们现在关系很复杂 哎 你不懂 哎 哎 我记得沈叔叔是不是说过 只要你领个结婚对象回家 那房子你就能用了 对啊 那简单啊 你领个对象回家不就行了吗 哎呀 哎呀 再想想了 沈欢歌啊沈欢歌啊 你就是个木头脑袋 小孩 我 红女孩子是每个男人的必修课 如果这门功课不及格 那怎么会幸福呢 小语 等着瞧 我一定要娶到你 小语 表了一桩心事 又多了一份仇事 不做事 也不知道创业的辛苦 而且还遇见这么多奇葩的事 和奇葩的人 管她的呢 等姑娘独自一人 也能摆平这些破事 许晗 借鬼去吧 我才不要想你 我的机会来了 我的机会来了 老天爷真是眷顾我这个笨蛋呢 笑语一定是遇到蛮事的 这次我一定要把握住 像许晗一样力广狂澜 救笑语 与水火之处 不对 我为什么要跟许晗学呢 沈黄哥要为杜笑语做一件感动的大事 这样 我才能有机会争取幸福 你们越过越好 儿子 你说怎么不去会被太打不错呀 是啊 可是名不正义 言不顺的 你二老啊 就当不知道 我跟杜笑语没登记 他们家里人 好相当的 那你呢 我有我的事去办的 你们就等好了 好 咱们这次的行动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好 儿子 你得活出去 好 妈妈 加油啊 好 儿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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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好 儿子 加油啊 加油 自己骑车啊慢点 好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哎 不是 爸 你回去吧 回去干什么 回去吧 我们话没说歪了我跟你说 你干嘛呀 你变脑 变脑 变脑 我出去 你出去是吗 不是 爸 你过来 我跟你说 你别搭方子主意 我私都不会同意 我出去我有事啊 什么事 我有别的事 你要干闲瞻猴走 我先撕给你看 爸 你这都哪个哪儿啊 哎 小时来了 哎 小时啊 您怎么过来了 沈叔 您好 哎 你是来找华哥了吧 不 我是来找您的 你看看啊 刚刚好 小时找你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哎 站住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我们俩是合伙人 哪儿不许去 合伙议 嗯 我们进屋说吧 好好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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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 那你要干嘛呀 我想到办法 是用沈叔叔了 蹬着脚吧 可是我真有事 我要走啊 不行 我们哪儿都不准去 走 不是 你 你不是 您说怎么办呀 笑语都快急死了 厂子已经停工好几天了 我理解 这件事的起因呢 确实是不为 陈书记工作的事物 关键是那几个村民 得礼不饶人啊 毕竟那是块集体用力 每个村民都是有份的 只怪当初太着急了 没有落实到 每个村民亲自牵死 才闹成这样 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期间 如果有人打架斗 闹事伤人 不管是谁 第一时间报警 如果双方都不肯让步 还是继续纠缠 那就只能是你和陈书记出面 去做做工作了 让大家相互体谅体谅 尽量找到一个 让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好 那我先去找陈书记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 行 去吧 往后退 来 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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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 来来 报 报 报 好 停 来 来 去学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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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携啊 别携啊 别携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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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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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了 你 来来来 来来 把这门工去呢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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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儿给我拿走 杜总 想得怎么样了 把这儿给我拿走 现在就拿走 想什么 这种很有用 我们哪 要在这气度强 你们谁也不想进去啊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这块地就是我租的 谁曾认识你租的了 来 动手 动手 别跟我废话 赶 赶开你们 赶 赶紧 走 赶紧 赶紧 这里的每一块砖 都是我们花钱买的 你要是敢动一下 就得赔钱 对 这种砖是我们买的 我们要用 你们要是再在这儿捣乱 不是 抓你们 谁在这儿捣乱 你抱 你抱 你现在就抱 杜总 你答应我们条件 不就好了吗 我们要求也不高 你吃肉 亏了他就行了 别给我做梦啊 就你们这种无赖 别想从我这儿 拿走一分钱 别臭娘娘 你再说一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分 别吵 怎么有理怕什么 杜总 这儿 你再考虑考虑 我们这儿还忙着呢 来来来 动手 动手 弃强 满车 这是书记的 你找谁都没用 来 快去强 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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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了 你咬没我们就疯了 对 就是沈欢哥的婚房 小时你疯了 你看我像疯了吗 小时啊 咱可不能开玩笑啊 你说你家那么大个家业 你买这个房子干吗呀 叔叔阿姨 实不相瞒 我想用那个房子啊 做民宿 你演戏的演来很好啊 我一看就明白 沈欢哥和你也是 串通好的 爸 这事我不知道 是我的主意 以后呢 我跟沈欢哥就是 合作伙伴了 这个民宿 我们都有股份的 那也对不起 肯定不信 你这个房子 是我们留给沈欢哥 咱混方的 小时啊 你看我 我跟你说过吧 我爸特别倔强 所以该忙什么 你就忙什么 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这样 叔叔 您呢 仔细地看一下河头 您的这套房子啊 我给您出五十万 我做了个评估 您这套房子 市值三十万 这么一算的话 您净赚了二十万了 您可以新盖一座房子了 一下赚那么多钱 套路 一看就套路 他们在赫尔七伙来骗我 叔叔啊 这白纸黑字 可是都写着呢 这合同啊 是受法律保护的 您呢 绝对不会吃亏的 那我就不可思议了呀 那你怎么吃这么大的亏金 那都填上这条小饼了 不安 爸 你行 你行了 你别在这儿 你别在这儿搞你那个英文了 好不好 就是小时 把话说明白 不能是因为我 你去做这个事情 能明白吗 我自己愿意 那叔叔阿姨 我该说的呢 也都说完了 你们呢 就认真地考虑一下 商量一下 想好了的话呢 我们随时可以签合同 好 走 走 好好考虑考虑啊 你相信吗 我信 一下子赚二十万 咱们那个房子呢 放在那儿又没啥用了 赚了钱呢 以后咱们再给孩子 盖了新房子 这多好啊 来 我的计划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棒 你这个计划 我根本就没搞明白 到底要干什么 你刚有没有在听啊 小时 我觉得你这么做吧 我心里特别愧疚 合着我刚才说什么 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是吧 我听了 那我说什么 你说 你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 等一下 喂 欢歌 你快过来吧 那帮人好凶的 杜总可能要指挥啊 你等我啊 我现在就过去 你干什么去了你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 不合同还没签呢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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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一点道理都不讲啊 还有没有契约精神啊 不是 你喊什么呀 我们根本就没签合同 没签合同 大家都别喊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不能沟通啊 是吗 沟通 这有啥沟通的 就给股份就完了 你厉害的呀 陈叔叔有个影响 今天这事必须要解决了 陆笑语你就这点本事是吗 就会为了陈叔叔 没用 女人就是没冷脉 都得直男人 你再说一句 你还要打人呢你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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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小燕西 接电话 别吵了 一天 他打你咋的呀 都少说两句吧 喂 你是杜笑语吗 是 你认为是一个叫许晗的 有事说事我现在忙着呢 我开车把他撞了 挺严重的 你能过来帮帮忙吗 许晗现在怎么样了 他晕倒了 你赶快过来吧 许晗怎么了 出车货了 你快去看看去 快去 那哪个都走 别走啊 别走啊 他就叫人了 这多迷呢 黑了实力 行了吧你 你能打的你呢 你家里弄走 能不能照着 你没听见吧 人家里出事了 是 出啥事了 他就叫人去了就 我怕你们呀 这都发生了 他不许晓了 他就叫人费了 他不许晓了 我怕你 那天 你灰难 你救了 你救了 他不动你 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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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杜笑语吧 雪岸人呢 这马路上太危险 我把她挪到旁边呢 挪哪儿去了 跟我来 你说你们两个大小伙子 干点什么不好啊 飞蛾这点钱呀 欺负一个姑娘合适吗 谁说不是呀 说完了吗 我呀不跟你废话 今天我就在这儿骑堵墙 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来 动手 真的可以 来 来 起钱 弄不快就起钱 怎么了 你们干嘛呀 打架是不是 别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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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往后退 别 别打架 别打架 别打架啊 别打架啊 不是你谁呀 不用管我是谁 是不是他们俩啊 带着人过来 找笑语麻烦了是吧 你说杜笑语找来的救兵是吧 怎么 就你一人来的 对 太看不起我们了吧 我告诉你 别找笑语麻烦 你说错了 是杜笑语找我们麻烦 看你们状态就是牵手不是 要打要谈我们都奉陪 我怕你啊 怕你啊 爸 别着急啊 你等我看清楚 杜笑语 来 赶紧打 赶紧让他打来 赶紧让他打来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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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吧 什么的 倩 什么时候到账啊 随时都可以 等倩一到账啊 我就再给我儿子 建一个洋气点的房子 原来那房子有点土 你这 倩一到的 我就懂 行 那你们要跟欢歌商量一下的 和他商量说吗 因为钱 要打到沈欢歌的账户上呀 不是 打他那干什么事 我签那字 叔叔 这合同上呢 写的是清清楚楚的 该房屋购房款 全部交给房屋所有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房应该是欢歌名下的吧 所以 你这个套路黑身影啊 叔叔 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我们想开民宿 我出钱 他出房 但是您又不同意 我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我把装修民宿的钱用来买房 然后钱呢 又到了沈欢歌手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民宿了 小时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不能这样 可是 合同你已经签了呀 法律上已经生下了 你看你这小丫头 我 我先走了 叔叔阿姨 不能把合同带走我 你得继续回来给他 算了吧 咱 没回房了 咱儿子怎么去媳妇啊 小时的心思你还看不明白啊 啊 许晗 许晗 快叫救护车啊 已经叫过了 我再去路口看看 没事吧 啊 车哪儿了 来 少雨啊 没事吧 生了病死 人都有这么一层 别太伤心了 别胡说八道 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这枚戒指 我还一直把他搁在身上 想着啊 有机会的时候 想着救护车马上 想着救护车马上 想到你遇到了这个事了 小雨 你不怕我们的时间 你不怕不过来 你愿意为我 把他带上他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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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真导规定 我愿意 你愿意 你得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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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了 我愿意 义你了 你了 我愿意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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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了 你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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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 你 你愿意嫁妥 你还嫌疑 你还嫌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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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带着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听明白了 这个事就是 你们几个不讲理的 那你有理 来 你说说 你说说 说 我 我 我什么我 你赶紧把杜小雨找了 嘴皮子都不利索 你给我们讲理 别的我不管 你们带着过来 拉着这些专 给我堆到门口 就是不对的 痛痛快快地 把门口拉走 就不听你的 你就是个废物 行了 行了 不要打人是吧 博哥 你要是支持我的工作 你先回去好不好 你先回去吧 不行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必须帮他笑语 把这个事解决明白 就你还解决明白 你个废物 你能解决明白什么 你告诉我 你们要干什么呀 刚才不都说了吗 人家杜小雨家里有事 等人家回来 咱们心平气和地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好吗 对呀 你吵来吵去打来打去有什么用啊 我们哪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你要是好说好商量 这事还能谈 对 来 来 听他们说 你们俩说 来 这个事你们想怎么进去 来 要我们说 我看那杜小雨长得不错 是啊 要是嫁给我算了 大嫂 大嫂 大嫂好啊 咱们自己的钱好玩啊 这就叫大嫂啊 我可以约上你们 如果我行 别拿笑语开玩笑 听听了吗 请帮你们一下 怎么 我还配不上他呢是吧 我告诉你 杜小雨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你说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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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